约拿书四章十至十一节 这样记述 耶和华说 这碧玛不是你栽种的 也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发生 一夜干死 你尚且爱惜 何况这尼尼威大城 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 有十二万多人 并有许多牲畜 我岂能不爱惜呢 这段话是耶和华神说的原话 是他与约拿的一段对话 虽然是一段简短的对话 但其中充满了造物主 对人类的不舍与顾念之情 这句话表达出来的 是神心中对受造之物的真实态度 与感情 也是人类难得听到的 神以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神对人类的真实心意 造主时刻都在 人类中间 时刻与万物与人类对话 天天都有心的作为 心的作为 天天都有心的作为 在他与人类对话的同时发表出来 他的心思与一念 在他的作为中 在他的作为中 表露无影 他时刻都陪伴 观看着人类 他用他无声的语言 静静地告诉万物 告诉人类 神在天与之上 神在万物期间 神在守候 神在等待 神就在 神在你的身边 神就在你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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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有力 他的脚步轻轻 他的声音柔美 他的身影千回百转 环绕在人类身旁 环绕在人类身旁 他的容颜 佳美柔和 他不曾离去 不曾消失 他一直与人类 朝夕相伴 心影相随 他对人类的细心照料 与他对人类的特殊情感 以及他对人类真实的牵挂与爱 在他拯救你你未成的过程中 一点一点的表达出来 尤其是耶和华神 与月那的几句对话 与月那的几句对话 更将造物无助 对他亲手造的人类 的联系之情完全流露出来 再次你便会深刻的体会到 神对人类的真情是意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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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